非得万非的早餐 我是唐家罗 民众版07年11月8号星期四 每个月的这个第二个星期四 来我们来继续呢 来上我们的蔡仙华老师的写作课 蔡老师教写作 那当然因为他平常在中部 那自己呢在当老师 他教英文 但是显然他现在对教写作这件事情呢 交出兴趣 那我当然一直存有这种好奇 就是到底写作能怎么教 真的可以教的好吗 我相信大部分的成年人 大概绝大部分绝大部分啦 你说我我很会写 不多 我认识不多 但是呢写作毕竟是许多人困扰 尤其当你发现你的孩子也不会写的时候 你可能更困扰 那他以后要考试怎么办 好吧 但蔡仙华老师的这几堂课 我相信对大家来讲 可能是一个救赎 你说原来有写作是可以训练的 而且我因为反复跟蔡仙华聊 那他在教学的现场上面 他在告诉我说真的可以 那我刚问那个问题 我要再问一遍 一个不会写作的孩子 那因为你的写作班是学校里面的课程 那这些孩子 因为会来上课的 总不可能都是什么做文或写作的 什么资优的没有 写作有资优这回事吗 有 有天才 就是天生就是很会写的 有啊 那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遇到太多天才 所以我在停止写作二十几年了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写东西写那么好 是怎么写出来的 所以我四十几岁 我才重新去整理他们的东西 所以我会写这两本书的原因 不是我是天才 是因为我天生笨 不是天才 我不会写 所以我才去整理学习 对 好那我刚刚我刚问的另外 私下问的问题 就一个 一个不会写作的 你认为你认为实在是不会写作的孩子 然后到你这样子开始训练他们 大概要多久的时间 那蔡奇华会觉得说 OK这孩子大概写作的基本功有了 语言的成长是贝壳状的上升 他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 贝壳状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贝壳他的弯曲 所以你会觉得他进步了 可是突然又写不好了 可是他整体而言 长时间他是上去的 所以如果你比较密集的话 三个音乐应该就会有小小的成效 那如果你能够半年一年 其实都可以 我常讲一个叫做个人化的公式 或者叫发表式的阅读 我最近在跟一个国中二年级的老师 在合作一个叫做13579写作法 一个生命 三个自己的故事 五本书的重点 跟七个格言 跟九个时代的数据 叫13579 那你这些可以对付全市 台湾所有的文章 大家都没有问题的 例如说 真的 对啊 那我随便举个例子 对 例如说 会考有连续十年 全部是某一次失败的经验 某一次合作经验中我学到 但就是个人的经验 所以你可以把 例如说你个人的经验 就是放弃的经验 失败的经验 那你坚持的经验 你各写一篇 亲人的经验 可是这几年 他考的东西就会跟 因为我们12年国家希望的 就是有社会参与的 行动研究的东西 所以 去年他可能就是 在传统习俗中我看见 所以你没有知识去支撑 你的东西会空掉 那今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那你只要没有去做不同时代的比较 我们知道主题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大考中心今年满几分的 几篇就是他可能会用 不同时代对人体的美感 他做个比较 他用赵飞燕 杨贵飞跟现在的整形 总之 你必须要有这些材料 你才有 去应付考试的能力 这就是学生阅读 会发生几件事 现在学生阅读 两点 第一个就是被老师逼着读的 很痛苦 第一个就是娱乐型的阅读 他们叫微阅读 所以他们会读一些轻小说 或者会读一些 他现实没办法谈恋爱 他一定会在里面享受谈恋爱的感觉 那种书 他们读完 你感觉他大量阅读 可是他留不下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生读完说 问他这本在讲什么东西 而这东西留下来的时候 以后你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 你随便举例 例如说学生阅读盗墓笔记 盗墓笔记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 一个面具戴太久就拔不下来 所以他讲的就是习惯 跟性格及命运 所以以后你写作的时候 你讲到习惯的时候 你把这本书拿来用 他就可以占个一百个字 而且是很有料 或最近一个很有名叫 解忧杂货典 那他主题就是 人透过善的连结 我们可以穿越时空解决所有的问题 你可以讲善良 释放善意 你这本书可以放进去 所以一个学生 我们应该是有系统的 有积累式 我们称他叫做档案式的一个评量 档案式的一个积累 当他在一两年之内 把这13579都有了之后 他进考场前30分钟 只读这些就够了 那进去就变成个人的东西了 一句话 我们两个为什么考22分 急急发挥一定考不好 真的是 我都忘了 我那时候作文是 反正就是我每次 一到考试要写作文的时候 我都一个头两个大 我的其他的坑物大概都OK 但是作文就是我知道 不可能会有 写完 其实文章好不好 你写完那个字 自己也知道了 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就是写不出什么 什么像样的句子 或者像样的那种情感 你能够把你刚刚的13579 再讲一遍吗 一个生命 一个生命 三个个人的故事 三段故事 对 那五本书 五本书的重点 要把每本书都变成 大概20个字到50个字的重点 整理 那有七个格言 七个格言 可以引用的格言 对那这七个格言 如果有可能的话 最好是一个科学 因为写作就是从 看得见去写 看不见 从你相信的去写 你不相信的东西 所以你必须 例如说 你说 从看得见去写 看不见 例如讲相信 从相信去写 不相信 例如说 你要写说 自信好了 那你就 要累积那些科学东西 例如说大黄蜂就科学原理跟流体力学 它是不可能会飞 因为它相信会飞 因为它看到别人飞 因为它飞了起来 那你从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写 自信 写同财效应 例如说 我们在讲这个蝴蝶的蛹 我们如果把它给切开 它不会飞 因为当别人帮助你太多 你没有你自己的力量 去挣脱那个蛹的时候 你的血液 到达不了你的翅膀 你永远无法飞翔 这个我们就可以讲吃苦 以及不要接受太多的帮助 直升级父母 总之这种属于科学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背个七个 你随时用得到的 我上次不是讲说 我一个学生 他不敢写任何文章 他一定会写一句 我们都像是 夏日咒语中忘了带伞的孩子 除了拼命向前 永远无法到达什么地方 他说面对大学联考 我就是夏日咒语中忘了带伞的孩子 我除了拼命的读书向前 我永远无法抵达 生命干燥的天堂 或是台湾面对现在的空物问题 我们就像夏日咒语中 忘了带伞的孩子 我们除了努力的去往前 去搜寻政策 努力合作 我们永远无法抵达一个 空气干净的所在 反正他不管写什么 他就用进去 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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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罐头 或者是套路 Pattern 对 那这个酒 还真的真的就是一个教育最重要的所在 我们要鼓励孩子去 关心现世 去用事实去讲话 台湾是一个孩子非常不在意去应用这些大量的数据 我们一定要背很多数据的 我四月代学生去德国 我发觉到他们第一次讲话大量用数据 我们学生大量用形容词 我们空气不好 德国人会说天然气产生的PM2.5是燃烧深煤的 根据不同的我们的数据有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百八十分之一 后面还一定会给你他出租在什么地方 所以当你只是说我们经济不好 可是如果你用的数据是说 年轻人每个月的薪水要付一半在房租 或是他一年的薪水只能够买 新北市一瓶半 那个东西都是有数据的东西 你至少被九个数据进入考场 这个数据才能够让你的东西相信你说的话 就叫13579 但是13579不是绝对要13579 对 一直说方便你去记忆比较有梗 你要记八个 你要记二十个 你能够记更多 你有更多的故事 这当然是你自己的本事 总而言之就是说 那重点是13579 一共有五个items 那这五个items 你一个人 然后三个生命的生命的故事 然后你要有五个五个什么 那重点不在五 重点是那个东西你要有 那重点不在三个 重点是要你要故事 对 OK 那重点不在九 而在九个可能数字 就是现象统计的数字 OK 那个是重要的 阅读的留存 对 就是让你在写作的时候 可以有比较丰富的组合 它基本上看起来是一个 是一个公式 但是这个公式 就像刚刚讲的 个人化的公式 对 公式理论上 每个人都适用 但是它要有个人化的部分 因为你总有你特别有感觉的部分 对 好 那今天呢 这蔡奇华老师在我们 在我们的 在我们现场 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下 就是主题如何 如何去挑主题 你在你在书里面提到 就是说 其实是Facebook 对 对 你写脸书也应该要有主题 对 不过大部分现在都是写东西 都 虽然有脸书啦 大家可能都会在脸书上面 随便留点 留点什么 或者转贴点什么 但当你自己写东西的时候 你不太会去 运用一个写作的方法论 很严肃的 想要写一篇的短篇 我觉得写文章不见得 你要想象是很复杂 很长篇大论 如果你能够 从一个写作的训练上面 去写一个200字300字 很漂亮的东西 那也很厉害呀 对 那主题要怎么抓 怎么下 这点可能是大家 大家更忽略的 写脸书 多半不会有人在抓主题 把它当日记再写 那这主题怎么抓 主题 就是 写人 我们 随便举个例子 我们最常脸书看到的 就是替食物拍遗照 在你把吃下去之前 真的是 可是 我常讲的 就是写作 你自言自语 讲你吃了什么东西 很幸福的时光 他就要见自己 可是 如果你可以把 你这里面的 天地自然的知识 给带进去 现在的 现代人非常欢迎为知识 叫见天地 可是 如果这个知识 跟人 你做结合 礼情交融 虚实呼唤 阴阳相生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见众生了 所以永远记得 不管你是写 诗散文小说 戏剧 脸书 其实他 他都在书写 他都在沟通 他都是媒体 他都是medium 他是一座桥 都是 人透过你的文字 不是看到你 看到他自己 当他看到他自己 他才会去点阅 追踪 分享 举例说明 例如说 我前几天 我去 看到蜜苹果 那我 重点是 蜜苹果 可能就是 现在有蜜 有蜜哦 一张照片 可是 一个 你愿意去 在脸书上面 你希望别人去看的 去认同 你要去想 你要有好奇 他为什么有蜜 所以我就上网去查 我就发觉到 原来就是 突然的低温 他必须 把他的淀粉给蜜化 在他的核心 形成一层 比较厚实的 保护层 他的果核才被坏掉 所以 我就写了一句 叫 蜜蜜 才能预寒 生命没有寒流 就没有蜜 你就可以写很多的东西 人家就有感 因为我遇到困难 生命才会有蜜苹果 又或者是说 蜂蜜 我们会比较 五百七百 这个是价格的红海 你用文字去萃取价值 价值是不问价格的 蓝海 所以 我前几天去替 省农会的人员 去他们上一堂课的时候 省农会还要上课 对 他们要行销 我就跟他们说 对 就是要描写 描写这些农产品 所以确实需要有一点文笔 你刚刚讲的蜜苹果 但可能很多人没有吃过 蜜苹果多半不会很大颗 小小颗 小小颗 但是你剖开了之后 在它的靠近果河的地方 通常会有一圈 有点褐色的 外行人可能看到 以为它坏了 但并不是 你咬到那个地方 我吃的蜜苹果 有时候你咬起来会牵丝 那个糖蜜是非常浓 从那是牵丝很甜的 在果河旁边 有个果农 他是做蜂蜜的 他说 那个消费者 都为了贪便宜 然后去买那个假的蜜 那老师我要怎么去行销 我就说 那你应该就你的理性的部分 去做一个书写 那就上网去查 才会觉得 这个蜜 这个蜜蜂 它工蜂产回来的时候 它有80%的水分 所以到蜂房的时候 那还有一种蜂叫内勤蜂 内勤蜂不断的删删删删 删到水分剩30% 到了在蜡蜂 拉到里面之后 它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蜜 那个内勤蜂 为了删删删删到死亡的一大堆 过来要死一大堆 很惨 所以我就听到下一个标 就是一滴蜜 挤事情 还一个就是 我说你要做差异化 例如说 你这个蜜是什么树的蜜 老师我这个蜜是苦练树的蜜 那你记得蜜有什么特质 老师 采蜜就有花 那开花结果 因为今年是30年 它这前几年 这一年是几十年来最大的干旱 因为植物为了生存的本能 一干旱它就大量的开花 当它繁年下一代 那因为花多 所以蜜就特别的 它的蜜就特别特别的浓 所以因为干旱 所以我们今年有最浓最浓的蜜 30年来最好的 而且我们这次也只有几瓶而已 限量 对 那所以叫苦练树 叫练的练 这是苦练的蜜 生命之苦产生的蜜 他们几乎任何的农产蜜 我一跟他们讲 他们说老师可以这样子卖 这样有点知识才行 你没有知识你也写不出量 因为知识会启动你的想象 现在有Google 现在有Google 对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我们脸书是一个滑动的 眼睛滑动的世代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就是AIDA的一个书写 那如果你要变品牌就AIDMA 那个M就是memory 也就是你的A就attention引起注意 Attention Interest 有好处 有利益 有兴趣 Desire 你写的好看 我往下看 Action 我到时候会买单 AIDA OK 那如果你是 基本上脸书是一种价值重复的品牌故事书写 如果你脸书只是为了自己写爽的无所谓 可是脸书非常重要的是 他表达你是谁 你会什么 你要什么 如果你是希望脸书达到这个效应的时候 那你不能不积累 不重复 不用心 所以我顺便举例 例如说我们第一行我们可以尽量用关键字 那关键字就是你 我 我们 跟自己 例如说 我们不一样 没错 是谁 这次我歌就很红了 或者说 有些广告的时候 他会说 例如说大陆咖啡广告 可能就是绝对相存 可是台湾的广告就很厉害了 例如说 Seven就会说 与自己分享拿铁的温暖 与自己 每个人都想要你要讲我嘛 全年的广告做得很好 可是没有人去全年买广告 他说 只有自己决定的苦涩 才可以甘之落疑 我们会讲到 他们都离情交融 也会回归到生命 所以我们去抓关键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点数 达到很多很多的目的 就像说 有一次在三年前 我要替台湾的移工 目那个东 因为是台湾最冷的寒冬 可是他们热带捕鱼 热带上船 寒带捕鱼 那一万个境内拼用 还可以去看医生 两万个境外拼用 除非生重病是不能上岸的 他们都在港口的船上 那有个作家叫楚思营 他有目了 那感觉就不够 所以第二年 我透过一个叫 廖云章的一个 他是天下独立评论的总编 总之有一次 他跟我分享这个讯息之后 然后我就在学生的营队 我就发起这个运动 那我就写一句叫做 自己暖了 也要别人不能 用关键字 所以那一次大概一个月内就 到最后全台湾署的渔港 东一全部都够了 高雄渔月署就跟我说 老师你不用再捐了 我们从东港到澎湖的衣服都够了 那两年前我们跟学生就是要 我们的午餐变成游民的晚餐 那我们叫圣食计划 那我写的就是 你吃不完的 可能是别人 今天唯一的一餐 你自己 很快就引起 他们的一个兴趣的 对 好 我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 那蔡启华老师聊 这本书呢 时报出版 写作吧 破解创作天才的心智图 广告回头之后聊 好 费里莫费里早餐 我是唐江龙 礼拜四的时间 我再请这蔡启华老师 那从台中上来 为大家呢 教写作 好 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 就是主题 脸书也需要主题 那所谓的主题呢 见自己也要见众生 刚才启华老师呢 做了一下 一下说明 蔡启华老师在2015年 也曾经印国语日报社之邀 开设了这个写作力的专栏 那也引起很多的回想 那回想归回想 你就是听了看了之后 到底有没有落实 在自己的写作的训练上面 这比较重要 并不是你听了看了之后呢 你的写作功率 就大幅的精进进 之后就能够写出 这种大文豪设文 那并不这个意思 但是你看了听了之后 你有了一个概念 知道第一个 知道写作是可以训练的 对 第二个训练呢 其实呢 是有些基本的方法的 把这方法了然于胸的时候 一道一道的去揣摩 揣摩了某种方法 你觉得熟练了 再是另外一种 慢慢你就会找出 一个写作的pattern 这个pattern 不见得能够让你呢 让你成为一个 伟大的文学家 但是写出比一般人 好很多的文字 这是绝对办得到的 甚至参加那种文学比赛 是能得奖的 好 主题今天再继续 好 我把脸书 视为一个文类 我们说 我的定义 诗它是跳舞的语言 我们种植意象 跟句子的断语连 那散文是散步的语言 它是要散散的 去呼应一个主题 那散文很重实在的东西 但它是时中虚 实在的故事 讲虚的一个道理 那小说 它随便你讲虚构 虽然是飞翔的语言 但它是虚中实 用虚构的故事 跟你讲实际的人生 文案是拳击的语言 我一拳就要种地 歌词是节奏的语言 而且它副歌的记忆点最重要 脸书呢 它是品牌的语言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想让它发挥公用的时候 虽然说大家说 现在年轻人不看脸书了 那都是看那个Instagram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Instagram它很难留存文字 它很难再分享 那脸书还是文字影像都有 但是它文字还是最大的文本大宗 那最最重要的是 有办法去动员这个世界的人脉 大部分在脸书 它还是最关键的 你改变这个世界的 你不能够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 现在已经完全不使用脸书 只用LINE跟Instagram年轻人 就是你真的需要 在进入社会前几年 你要开始经营你的脸书账号 因为你的老板 他们几乎都是重度的脸书使用者 例如说你要台湾的人脉 那你就需要一个中文的脸书的一个账号 因为我们搜寻你搜寻不到你 因为你是用英文的 所以你面对国际 你用英文的账号 台湾用中文的账号 你想要发泄情绪 用另外一个账号 因为网络时代留下 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过去五年骂的账话 你攻击过谁 都表示你这个人格特质 所以品牌它是一种重复 那非常明显一件事是 如果你是想要被看见 你想要去影响这个世界 甚至你想要去出书 经营自己的产品 那你就要品牌的意思 所以我把脸书的书写 我用品牌这个字 Brand V-R-A-N-D 我分五个重点 这个V就是Benefit 利他 这个R 就Repetition 重复 那这个A呢就Art 你有艺术感 你有美感 N呢就Neat N-E-A-T 简洁 赶紧利落 不要写了 热热等 超过五百个字 就很难 人家不想看了 这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Decency 正派 如果你感觉 你都是为了盈利 为了自己 而没有关心别人 其实就人家 就不看你的东西 所以 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就是 你所有每天的记录 必须去呼应 你这个人的核心价值 所以 如果你要专家 去认同你的方式 你就要做柔性行销 这个世界最快速的路 绝对不是植入 一定是弯曲的路 觉得我要卖你什么 不是 我们上次因为 你这个人我认同的 你卖什么 我都买 所以非常重要一件事 现代人事实上 是非常机灵的 当你的品牌知道 你不会害我 你这个人是对的人 当你 被这个世界相信之后 基本上 你做什么事 你卖什么东西 人家都会买单 所以 我随便举个例子 例如说 我前天去高雄 我看到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 就是 它可不可以书写 我坐高雄的地铁 我快要到美丽岛站的时候 前一站有一个脑麻的 一个年轻人上来 他一上来有很大的噪音 因为他拖着一辆拖车 那上面写的就是 每份一百元 那帮助脑麻人 大概这样 那旁边就有一个 大概七十岁的一个老人 就把他的拖车的步骤打开 他挑了三个东西 给他三百块 那我知道我马上就要下车 所以我赶快走过去 挑了一袋的口罩 给他一百块 那 那当下 我知道其实 他上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心里都在纠葛 时间很短 我要不要去买他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 我的价值就是 我如何去 从这一个小小的故事里面 去选一个 一句大家会愿意去思考 分享的 那我就写了一句叫做 当释放善意的第一人 我说真的 那个老人没有起来买 我还不敢买 我们人都不敢去做 释放善意的第一人 对 还有非常重要的件事 我们在书写的时候 我们跟上个月讲的 就是细节化 他脑麻 他的动作是怎么样 他可以去量化 例如说 他的 他每隔五秒钟 身体就要大量的扭曲一次 对 那这个会让我们有画面感 他要脱东西 他要找钱 其实都有困难度 对 太多故事都是 我们可以在每天去分享的 对 那这些的细节的时候 就细节关乎到你的观察 但是 那观察 观察可以 观察当然是可以训练 但是观察的训练 也不是就是眼睛盯着看 就一定可以 并不是像王阳明的格物置之 然后去找一根竹 竹子在那边一直看 看的时候 对于细节如何透过文字去表达 那个其实是有一些的难度的 对 好 那这个蔡吉娃老师 今天为大家主讲的脸书 也需要主题 见自己也要见众生 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蔡吉娃老师聊 月亮播放飞的早餐 我是谭家楼 好 今天我们继续上写作课 这个这本书写作 把破解创作天才的心智图 蔡吉娃老师写的 那是时报出版 那今天我们谈的主题呢 就是主 主题 就脸书也需要主题 对 如何去抓主题 如何设定主题 对 我想每个人去经营自媒体 他的需求不一样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现在很多人 他利用自媒体 他不是用柔性行销 他太直接了 他的药外面没有糖衣 你就直接我要卖保险 我要卖精油 我要卖房子 大家防卫基转一出来 永远不 只要看了你名字 就直接刷掉了 所以 但是自媒体又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像四年前的 我是中立人 他就是靠一个脸书的经营 建立自己的品牌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 那你为什么不要开始去 慢慢的去书写 让你的理念 像雨水渗透大地一样 到最后变成一个 真正的地下水 把这个大地 让大地浮起来 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举个例子就是 最近有一个 当过直辖市局长的一个候选人 那他的助理来找我 那他跟我说 他要从基层开始 他想从市议员开始去 关心地方 那我一看他的 所有的脸书的书写 我跟他说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玩同温层 你们没有做市场区隔 最重要的 你们没有任何 用文字萃取价值 让人感动的地方 所以这个候选人 他就跟我约下礼拜见面 基本上 我不分政党 我先看你是不是好人 第一个 例如说 我就看那一天是 不知道马祖的诞成什么的 我去看他们那区八个候选人 全部po一模一样的相片 都是八个人 穿着他们自己政党的衣服 然后跪在 妈祖前面 然后上面写个主题 主题就是 什么妈祖什么诞成 那我来拜拜 我说 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你们 完全就是表象 写作就是出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 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 那你必出于平凡 又成于非凡 你必是extraordinary的东西 还有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麻烦你把你们政党的衣服 马上脱掉 因为你要的票 绝对不是要 你原来的政党的人 你们要的是 其他的中间选民 所以写作就是见众生 说你政党衣服脱掉 第二你不要用一个没有细节的照片 我们上个月上细节 你们的构图没有重点 就你们归来那边很假 我觉得你们的细节很假 就是你们的脸 你要用候选人的侧脸 然后看着那个妈祖 那上面写的就是 你比如说你写说 对神说 一生豪情 清白竞选 例如说这样子讲 那就表示说 因为那候选人是 这八个候选人里面 唯一念到博士的 唯一家里最穷的 唯一没有钱的 是因为若所以强 所以很明显你的市场区隔 就是你是这八个人里面 读过最多数的 所以你们的选票不在红白帖 你们选票在于青年返乡 所以我就请他说 你就输入所有 你这个地区的关键字 去进入他们的 所有这些地方 年轻人的网页 然后不断的去 这五十天拼命的书写 你怎么去跟年轻人做连结 让这五百个人回来 再圈他父母去投 你们每个人其实就查 那关键的 他少五百 你多五百 其实你们就上了 所以脸书是可以做 很多很多事情的 那现在用点 比较年轻的 他们可能会觉得 脸书都已经落伍了 对 可能有一些 随时都有一些更新的 一些的社群的 媒体功能的这种沟通方式 但是现在越新的沟通方式 比如你刚刚提到的Instagram 他可能是用图像式的 我们也已经被洗脑了 觉得有图有真相 那你看到了现在的 现在的新媒体文字 其实大幅的限缩 不再用很多的文字呢 去堆砌啊 用大块大块的照片 对 我不能说那不对了 那个是媒体呈现的方式 因为照片比较容易 第一时间吸引眼球嘛 对对对 可是呢 在文字的叙述上面来讲 其实他仍然决定了 一份的媒体 不管这个媒体是一个自媒体 或者是传统的这种的大众传播媒体 不管是在网络上面的脸书 或者是一份报纸 一份杂志 他真正决定品质的 其实还是在文字上面 对没错 所以你如何能够把文字驾驭的很好 这个难度呢 是很高的 对 好 那最后就是说 在这个定主题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的忌讳 忌讳 就是不要树立太多的敌人 我们说要求共感 我最后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结尾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本来是在外商工作 结果他到时候投入经由的直销 台湾人只要知道直销 绝对就禁械不明 可是他现在竟然 他卖经由 已经不是他去卖 而是我们主动跟他买 那我就去观察他这两年的脸书 他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就是 他会去主动去关心别人 那例如说有一个20高中的一个老师 他在指导他们的直敌队 他会定期去帮他做按摩 他因为他已经是延没了 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他会写他的故事 那我就发觉到一件事就是 他这个音乐老师被医生判断 只有三个月的寿命 但是他说只要你们得冠军 我就陪你们到日本 那我就陪他去看那个音乐老师 我就说你吃不吃直销 不吃你不痛吗 他说学生专心练直敌的时候 我就不痛了 所以他一篇一篇的书写 例如有一句叫做 谢谢你们疗愈我 大家都觉得是他用生命最后的时光 在帮助他们 那可是到最后 他才说谢谢你们让我没有感觉到痛 我才发现哇 原来人只有把你的心放在别人身上 你才不会感觉自己的痛 那这个不是孔子讲的人 人只有通过两个人才能变成那个人 这意思不是吗 那我就跟着他帮他写一些故事 那那个老师已经过世了 叫张一玲 那我就听他写一篇故事叫做 归零前的无限大 他名字叫一玲 一除以 大家有空用那个 一跟零 零跟一 用计算机去算 一除以零 对无限大 也就是当我们这个生命无所求 而我们都是为别人好的时候 你在这个世界才能够无限大 这就是你经营一个自媒体最最重要的 当你的心都只放在自己身上 你就是非常的渺小 当你的心思是关心别人的时候 你就有品牌 你就无限大了 当然绝大部分人 因为都把心摆在自己身上 绝大部分 当然那个是人性动物的天性 所以你就很难达到那个无限大 以及自由写作的那个境界 好 今天感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蔡吉华老师 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希望这些写作客 我们的亲朋朋友们可以一堂一堂的体会 下回再跟蔡吉华老师聊 来进广告 广告回头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